我入行比多數的設計師晚 卻做過很多濫情又孤獨的事 說自己是濫情又孤獨的 知名美髮誠信設計師 拍影片替補習班宣傳 但現在卻遭女學生提告性侵 我們就是先去吃飯 然後吃飯之後 我們也有在餐飲拍攝過程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不然我們去休息一下 被害人化名小薇 去年四月底到 誠信老師的髮廊上課 老師問他說 想不想加入私下培訓 用賴教作業 被害人答應後 誠信老師就開始談心事聊天 還邀約吃飯 抹鐵泡澡 小薇說因為怕得罪老師 所以不敢拒絕 然後我也是怕說 如果拒絕我之後上課 也會很奇怪 或者說在美髮誠 好像得罪到一個 算是滿大的 看在台北市中正區的 知名美髮補習班 創辦人竟遭學生提告性侵 遭提告的是美髮誠名人 誠信老師在台北市 開補習班還出書演講 有不少學生都曾經上過他的課 而實際打電話求證 卻聯絡不上本人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 律師說被害人若要提告 利用詮釋性交罪 還得提出客觀證據 進一步拿出比較強而有力的 比如說雙方對談的簡訊內容 然後要來證明說 他當時的性自主意願 真的是受於脅迫 國內知名美髮師風光開班授課教學 如今卻陷入性侵疑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警察vitro 記者 評論